看看新闻网 你才二十几岁不是 快三十了 近期赵又廷参加蔡康永小孩子的节目时 在两位主持人连环夹击下 最终防线被攻破 谈言将迎娶高圆圆 而促使两人结婚的原因就在于何得来 因为碰到对的人啊 什么叫对的 你是有哪一个感觉啊 比较是聊得来嘛 就合得来 对 非常合得来 俗话说得好 婚姻之世父母之名 媒妁之言 赵又廷这边坦言要结婚准备定下来 那你家里知道吗 其实人家赵爸爸早就知道了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赵爸爸赵树海在参加某综艺节目时 就大抱儿子和高圆圆 这对姐弟恋将修成正果 并透露婚期不在今年就在明年 话说高圆圆都35岁了 赵又廷9月份也要年满30岁了 这次她和老爸双重透风 看样子年内完婚是没跑了 希望这次不是一颗空心汤团 圆圆可早就等级了 虽然确定的婚期还未公布 对圆圆的爱意可是满满的哦 你才跟她合作一部戏你就爱上她 那万一接下来又其他几部戏有更好的 你不能说更好了 所以遇到更适合的人 应该不会的 OK 娱乐星天地 小编觉得8月8号这个日子不错 综合报道